大家好 現在各位看到這把電子鎖 它是屬於推拉式手把電子鎖 推拉式手把電子鎖 跟一般我們傳統水平手把鎖 在開門的方式其實不太一樣 一般推拉式手把的電子鎖 是進行推或者是拉 就可以把門解開 跟一般我們傳統水平手把開門方式不太一樣 一般使用這類型的鎖 如果遇到開關門比較沒有這麼順暢的時候 通常 它不是壞掉 各位也不要驚慌 大多都是因為門的位置改變 什麼時候會改變 門每天在開開關關 就只有利用旁邊那兩個鎖鏈 去把整個門鎖住 有可能因為你長時間開關門太大力 也有可能因為熱障忍縮 也有可能因為地震 造成門片的位移 以至於導致 這邊鎖蛇的位置 跟門框的位置 位置改變了 偏離了 所以 門框有可能 剛好壓住 壓住這個鎖蛇 以至於說我在進行推拉的動作 這個鎖蛇回不去 回不去就會發生什麼狀況 門打不開 那我來跟大家講說 怎麼樣排除這類的問題 如果我現在要回家 門是往內推的方向 內推的方向 這時候我該怎麼做 門打不開的情況下 通常就是因為你的門片 它其實被壓迫住了 壓迫住的時候很簡單 我用我的手 中指跟食指 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拉 拉的動作主要的原因是要讓門片朝自己的方向移動 因為我剛說進門是這樣 進門是推門 門是往內推的 我把門往自己的方向拉的時候 自然 門框跟鎖蛇的位置 就會流出一個間隙 這時候我一拉 在 拉的動作不要中指 再進行推 我就可以順利的把鎖蛇收回來 這時候就完成開門 再來 內部的時候 我剛說外部是推 所以內部就是 門就是拉 我現在要出門 我就是必須要把這片門拉過來 我才有辦法出去 那 通常這邊 內部 這個位置 他就會變成拉的狀態 這個地方就是拉 好 那怎麼去解除這邊呢 我出不去了 或是不好出去了 怎麼辦 沒關係 不用緊張 你把你的左手拿出來 用力的推了這個門 推住之後 門框跟鎖蛇 中間就一樣會流出一個空隙 左手推的動作不要中斷 右手 再進行拉的動作 這時候鎖蛇就順利收回來了 大家記得遇到這類的狀況 並不是門鎖壞掉了 有人會說 我當初沒有換電子鎖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都沒有這樣的問題 換了之後才這樣 其實門的位置 一定會改變 每天開開關關 活動的東西一定會改變 然後 水瓶式手把像我們傳統式的手把 傳統式的手把 真的門片位移 假設真的門片位移 有時候我們在關門的時候 就要用力拉一下 他才會 鎖車才會 才會進去 才關得了 又或者是有時候我們門比較重 下墜了 我們這時候要握住手把 把門往上拉一下 才關得起來 忽然的話 門卡住門框就推不進去 就是門太重 那 還有呢 還會遇到什麼情況 因為我剛剛說卡太緊 門位置改變了 卡太緊 我們用力的往下壓 往下壓 基本上鎖車收得回來 只是沒有那麼好壓 主要是因為兩款 兩種類型的設計不太一樣 旋轉角度的不同 以至於說開門的順暢度會有差 這樣 這兩款是因為 其實他就是因為功能的不一樣而已 沒有誰好誰不好 就看大家的使用習慣 如果是比較擔心的人 其實只用 水平手把 就比較不會有這類的問題 但是如果了解我這樣的一個概念的人 基本上裝這個也不用擔心 其實兩款都也還不錯